加鞭钩记事十八 邹永泉 作者杨显慧 朗读者陈颂吴生 十一月初的一天下午 我在地铺上躺着 对邹永泉说 老邹啊 明天我想到南寨村去一趟 邹永泉说 你要去换粮食吗 邹永泉也在地铺上躺着 躺着 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只要是不去挖野菜 不识多吃的东西 我们就都躺着 一动不动 连话都不愿意说 我是九月三十日从加鞭钩农场迁移到高台县名水农场的 十月十日那天 口粮就从每天十一两减到七两 吃十一两尚且饿死人 吃七两哪能维持生命呢 于是 所有的人都躺着不动了 出去一些确实不安分的挖野菜 或者十点偷点什么东西的人 其实 躺着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一天有七两都免糊糊下肚 只要你躺着不动 一点也不要动它 不损失身体的热量 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的 我们来到明水已经一个多月了 搬了几次家 从山水沟的水洞搬进地窝子 从这个地窝子合并到那个地窝子 从那个地窝子又合并到下一个地窝子 每一次合并 我都发现是那些总也躺着不动的人在搬家 还有些个别的能投能强或者家庭支援泼风的人 而那些成天在田野上挖野菜 捋草子的人早早倒闭了 被人用被褥或者毯子卷起来抬出去了 因为他的胃从野菜和草子里摄取的营养 补充不了他劳作而失去的热量 我和邹永泉之所以还活着 除了躺着不动 还有一个特殊原因 我们是单身汉 我们来家边沟的时候 由于没有亲属在身边 就把单身汉生活的所有财产都搬到农场来了 包括我们平时不穿不用的衣物被褥和好几项书籍 依靠着变卖或者以物易物搞到食物 增加营养 我们才活到了现在 书籍虽然换不了食物 但拿它们烧火仍然能短时间的温暖一下身体 或者烧开一叉钢水 我和邹永泉也是最后一次合并住处之后才认识的 他原先在新天敦作业站 后来调到北大河采石厂筛石头 再从采石厂转移到明水农场二大队的 就是厂部所在的这条山水沟 我是从加边沟农场直接来到明水农场的 起先我的铺和他的铺之间还睡了一个人 那个人被抬出去之后 我和他就相邻而眠了 就熟识了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过几次南寨村换粮食 他对我说过 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 55年毕业 他在班上是团支部的委员 毕业时领导号召毕业生支援大西北建设 他带头报名 以身作则 结果就到了兰州 分在兰州一中教数学 我回答他 是啊 我是想换些吃的去 你去不去 他说 不去 我今天哪里都不想去 我的腿软得很 一走路就心发慌 我说 走吧 换些粮食去吧 光吃草籽 哪有心不慌的 他说 不是不换 我是没有什么东西了 都换光了 翻一翻吧 把你的百宝箱翻一翻吧 看还有啥可换的 咱们一块去 他说 翻也翻不出什么来 你准备的什么呀 我拍了一下枕头旁的一个包袱说 一套棉衣 前几天我妈寄来的 他看了一眼包袱 说 刚寄来的棉衣就拿去换呀 我说 没新衣上还能凑合 肚子里没食凑合不了啊 你也找一找吧 看有啥换的 拿上 咱们一起去 在我的催促下 他坐了起来 从铺角处拉过一个棕色的皮箱 又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 这是个很大很漂亮的牛皮箱 他说是他工作以后用两个月的工资买的 只是在农场里搬来搬去 擦出了很多硬伤 打开箱子 里边的衬布还很鲜艳 的确 他的箱子里已经空空如也 只有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 他往箱子深处翻了翻 翻出两双袜子来 他说 你看 就剩了一件衬衣 一条裤子 裤子和衬衣明年夏天还要穿 两双袜子能换什么 我说 把裤子和衬衣都换了吧 你还想得远 明年夏天 你先想眼前怎么活过去吧 他拿起衬衫来看看 又拿起裤子来 那是一条毛料裤子 他拿起后摸了摸口袋 像是在墨里边装了什么没有 接着 他又摸衬衫的口袋 却依然没摸到什么 他移了一声 很快地把衣裳都掏出来 扔在铺上 又从底下翻出一条泡泡沙的床单 看看箱子底 箱子底上 只有一杆水笔和指甲刀什么的 他的手 划了一下水笔和零碎 似乎有点紧张地叫了一声 咦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了 他不回答 双手去摸箱子盖上的一个小布袋 但依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他真是有点着急了 把裤子和衬衫 又挨个地检查了一遍 把泡泡沙床单拿起来抖了抖 并在铺上挪动了一下身体 看看他坐过的地方 我觉得他是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找不到了 就问 你找什么呀 什么宝贝没了 他的前额上 浸出亮光光的一片细碎汗珠来 他说 表 我的表不见了 我说 表不见了 找找 好好找找 浪琴 那是块浪琴表呀 被人偷掉了 偷掉了 你看看锁子坏了没有 他合上箱盖 检查了一下锁 锁是好的 他又翻过箱子 看看箱底有没有损坏 他下意识地叫起来 箱子好好的 表怎么不见了 我说他 不着急 不要着急 慢慢找 只要箱子没坏 说明没人偷 但我又责备他 你也太粗心大意了 手表哪能放在箱子里 木箱子人都能撬开 你一个皮箱 一刀就能划开 哪能放那么贵重的东西 想想 好好想想 你是不是放在别处了 枕头 枕头里有没有 他摸了摸枕头 把枕套里塞着的一件破棉袄 倒在铺上 但就在这时 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突然又翻起被子来 他的手 从被子的一条边摸下去 立即 他就朝我笑了一下 说 哎呀 吓了我一跳 我说 怎么 找着了 你呀 把我也吓了一跳 他笑着说 哎 我忘了 在夹边沟时 我把表放在箱子里 去北大河挖石头时 我就装在身上了 到了这儿 又缝在被子里了 我还以为在箱子里呢 哎 记性也不行了 这是块浪琴表 他笑着擦了擦前额的汗水 然后就拉断了被子上的一阶线 从被子里边掏出个缝着的布包 打开布包 一块赠光明亮的手表露了出来 我说 我看看 我看看 我还真没见过浪琴表是啥样的 这表多少钱 他把表拿给我看 说 嗨 这表啊 可是块好表 比不了劳力士 比罗马表和梅花表 要高一档 这还是一块有特殊意义的表 有什么特殊意义 那真是一块很漂亮的表 我拿在手里反复看着 然后递还给他 他接过表 拧了几下发条 秒针蹭蹭蹭的走起来 才说 这件事 我可是没跟你说过 我是在大学里搞过对象的 对象是比我第一级的同学 我毕业时 他还在上学 我报名志愿大西北建设 来了西北 我们原本商量好的 等他毕业了 我们就结婚 他也来甘肃工作 可是第二年毕业 由于他父亲的反对 他留在上海了 我们的恋爱关系 又持续了两年 他终归拗不过父亲 决定结束这种关系 最后分手的时候 他送我这块表 作为留念 我说 这块表不便宜吧 他说 不知道 人家是大家闺秀 家里是资本家 买一块表不当回事 我家是城市贫民 没见过这种表 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我们正说着话 突然身后有个人说 邹永泉 翻腾啥咧 我和邹永泉 一起扭过脸去 发现农业大队的 副大队长 杨生孝 站在锅道里 他不知什么时候 进来的 邹永泉回答 我看看 还有什么东西能换点吃的 杨生孝 他说 油总比没有的好吗 换些吃的 能挺几天吗 我看看 我看看你是块傻表 邹永泉把表递给了杨生孝 杨生孝先是两根指头穿在表袋里 颠了颠分量 然后又把表凑进地窝子的天窗 借着天窗上透进来的亮光 看了看 说 这是块傻表 还好看得很 浪琴 浪琴 还有这名字的表吗 我还没听说过 我是非常反感这个杨生孝的 两年多快三年了 我们在他的手下劳动 他从来不顾惜我们 总是非常严厉地督促我们劳动 我认为 我们饿得皮包骨头 许多人死于非命 它是有责任的 此时听他说不认识这块表 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快感 我以轻蔑地口气说 杨队长 甭说你没见过这表 我在兰州长大 在兰州工作 都没见过这种表 他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 瞪了我一眼问 这表能值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浪琴表的价钱 但为了表示对他的蔑视 我说 多少钱 你问多少钱做啥 你想买吗 一块大罗马多少 一百二十元 一块浪琴表 最少顶五块大罗马 你算算多少钱 他又瞪了我一眼 显然他对我的话很不满意 他说 你胡秋说啥脸 顶五块大罗马 哪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 不信呀 不信你到兰州看看去 到兰州中央广场的 玉胜祥眼睛钟表店去看看 那里还有几千上万元的手表 你要是比五百元便宜的价钱 买下一块浪琴表 我给你书些啥 他说 我就不信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 不信 你是说我骗人吗 我告诉你吧 你没看见过的东西多了 兰州张叶路有文具店 里面卖的水笔一只二百元 那是美国造的 派克 派克笔的墨水都是专用的 杨生孝对我的话 似信不信的样子 但他一定感觉到 我的话语中对他不敬的成分了 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晃了几次 又迎着天窗的亮光 看了看表 还给邹永泉 杨生孝走后 邹永泉收拾一下箱子 躺下了 我也躺下了 大概是刚才和杨生孝说话太多 和过于亢奋的原因吧 我觉得有点累 躺着 周永泉说 明天你自己去南寨村吧 我说 你不去了 他回答 明天你去 把我那条泡发沙的床单换了 手表我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我说看什么情况呀 你是盼着增加口粮吗 不可能呀 我们天水老家也饿死人 农民都吃旧几粮 也是一天七两 他说 加边沟的右派死了这么多 这事中央不知道吗 我想总是有人会向中央汇报的 说不定 有十天半月的 就放我们出去了 我没再说话 他心里想的 也是我所向往的 我们之所以还能坚持着活着 就是盼着放我们回去的一天 后来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 可能是一小时 也可能是两小时 一个人的说话声惊醒了我 我睁开眼睛 看见我的头顶站着个人 那人弯着腰看邹永泉 并轻轻地唤着 老邹 老邹 你醒醒 醒来啊 听清楚那人说的话 我心里惊了一下 我以为自己睡得太久 到早晨了 因为头顶的天窗 抹上了一抹靓丽的晚霞 我把它当成是早晨的霞光了 还有 很多人都是夜里睡死过去 早晨人们叫他醒醒 起床打饭 但他却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扭了一下头 看了看那人 我认出 他是嘉边沟农场 劳教人员食堂的管理员 刘正德 这时 邹永泉也醒过来了 迷迷灯灯说 谁啊 那人说 我 我是刘正德 周永泉惊讶的说 哟 是刘 老刘啊 他很快的爬起来 穿上棉大衣 衣墙坐着 叫刘正德 坐在铺头上 我认出了 我认出了刘正德 就再也没动他 闭着眼睛 装睡着了 刘正德可是嘉边沟农场的名人 他原是兰州市秦枪剧院的经理 反右运动中盯了个右派 原因是他当经理时剧院演过几出禁演的旧戏 李翠莲上吊什么的 可是他到了嘉边沟运气好 他参加革命扫 康日时期就搞康日戏剧 后来到了解放军的文工团 解放后转业到了兰州市秦枪剧团当经理 九泉地区劳改分居的几个领导都是戏迷 都看过他这个秦构团的戏 所以他到了嘉边沟 居领导就只是嘉边沟 这个人要照顾 于是厂领导就叫他在食堂当管理员 他的权力大得很 管几十名炊事员 管两千人的粮油菜 有人进去过他的宿舍兼办公室 看见地上码着上吨重的红糖 几大纲植物油 他可以把某个人叫去当炊事员 而他看哪个炊事员不顺眼 立即就能叫你下大田劳动去 许多劳教人员都巴结他 想去食堂做炊事员 在嘉边沟农场 谁要是进了食堂做饭 那就意味着生命安全无余 我很奇怪 高高在上的刘正德 怎么会到我们这寒缠卧出的地窝子来 我一动不动 竖起耳朵 周永泉说 刘管理员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刘正德说 没事 没什么事 我就是来看看你 给你拿几个 拿几个什么 刘正德没说 但我听见了锁锁的细碎响声 是纸张响的声音 我还感觉到有一股轻轻的凉气 扑到我脸上了 我判断 这是鲜被子或者穿衣上带动的气体 扑在我的脸上了 我稍稍睁了一下眼 发现刘正德坐在铺头上了 他的脸 鞋对着周永泉 他把什么东西放在周永泉怀里了 周永泉惊讶的口气说 刘管理员 这 你这是干什么 不要说 你啥话都不要说 这是一点小意思 刘正德往周永泉的被子底下塞东西 弓着腰 伸着脖子 把嘴凑进周永泉的耳朵 又响声说 几个白面膜 但周永泉分明是享受不起的口气说 这 这是为什么 我凭什么收你的 刘正德说 不要说 给你 你收下就行了 没啥 这是点小意思 我们不是在一个组劳动过吗 你怎么见外了 周永泉沉默了 任刘正德把报纸包着的几个白面膜塞进被子下面 他沉默了大约半分钟吧 说 刘管理员 你是有什么事吧 刘正德咳嗽了一声 说 事情是有点事情 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刘正德又住嘴了 周永泉说 什么事 你说呀 吞吞吐吐吐干什么 刘正德 痴痴疑疑 支吾的说 老左 是这么件事 我听人说 你有块手表 周永泉一脸惊讶的表情 你听谁说我有块表 听谁说的并不重要 你说 你是不是有一块表 周永泉说 是 我是有一块表 是一块好表 是名牌货 是名牌 叫浪琴 是浪琴 你问这事干什么 我听说 你要拿表换粮食 是的 是要换粮食 怎么了 怎么也没怎么 我就是问问你 是不是真的要换粮食 是真的要换粮食 你把表换给我吧 周永泉的声音闷住了 过一会儿 他再说 哦 刘管理员 你今天到着狗儿来找我 就为了这事啊 我说呢 你给我嬷嬷 原来你并不是来看我的 你是拿嬷嬷来换表的呀 你把你的嬷嬷拿走 周永泉的身子动了一下 从被子下边摸什么 但刘正德压住了他的手 有点严厉的说 不动 老周 你不要动 周永泉说 拿走吧 你把你的嬷嬷拿走吧 你知道我的表是名牌表 你拿了几个嬷嬷来 就想换走呀 刘正德说 哎 哎 老周 那几个嬷嬷不是换表的吗 那嬷嬷 是给你白吃的 换表的嬷嬷 事成之后我再给你 不要急 你不要急嘛 说实在话里 不是我要换你的表 那你是给谁换的 你问这干啥 你管我给谁换了 反正不是给我换 你就说 你换不换吧 你不说给谁换的 我就不换 刘正德 刘正德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真要问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是杨队长想换你这块表 他说你有块好表 叫我找你问一下 你换不换 邹永泉不出声了 刘正德说 换给吧 把你的表换给他吧 邹永泉还是不出声 刘正德说 说呀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是觉得换多少粮食 话不好说吧 他是队长 管你的 你有顾虑 是不是 你不要为难 我告诉你啊 杨队长说 拿十斤豆面磨磨 换你的表 你换不换 邹永泉说 不换 刘正德挣了一下说 十斤你都不换吗 你可要知道呀 一块大罗马才换五斤 你的浪琴比大罗马好 人家给你十斤也就不少了 你说是不是 邹永泉说 我不是嫌少 那你为啥不换 我就是不愿意换 刘正德惊讶的口气说 为啥吗 你为啥不换吗 你的肚子不饿吗 皮箱的有粮食不是 我没粮食 我的肚子饿得难受 但这表我不换 为啥吗 你说个不换的原因吗 为啥 这原因很简单 杨队长一个月供应多少粮食 不也和我们一样吗 一天七两口粮 他吃饱吃不饱 又生鱼没生鱼 他拿十斤豆面膜换我的表 这豆面膜从哪里来 我问你 杨队长的家又不在这里 他在食堂吃饭 他哪来的十斤膜膜 你不要管他的粮食 从哪来的吗 不管粮食从哪里来 不管不行啊 他的粮食 肯定是要从我们吃饭的罩上 抠出来 也就是说 他把大家的救命粮 拿来换我的表 结果是我吃了粮食 他得了表 别的人可能就饿死了 你说 这样的粮食我能换吗 我吃下去于心不安呢 我是损人利己呀 是助纣为虐呀 刘正德沉默了 许久他才说 这么说 你是不换了 不换 换给吧 不换 你真不换 真不换 好吧 不换就不换吧 你睡吧 我走了 苏永泉说 把你的魔拿上吧 刘正德说 不拿了不拿了 那是我给你的 刘正德走后 苏永泉一动不动的就那样坐着 直到食堂的炊事员提着饭桶进了地窝子 最近的这次搬房之后 很多人起不了床了 农场领导体恤劳教分子 叫炊事员把饭送到地窝子 减少体力消耗 吃的仍然是一码勺豌豆面糊糊 豌豆是良性食物 淀粉少 煮的糊糊有稀溜溜的 所以要趁热喝下去 如果放凉了 糊糊就解了 变成半碗面糊 半碗清水 吃完豆面糊糊 躺倒又睡 但怎么也睡不着 我就捅了作用圈一下 说 喂 你今天可把刘正德 弄得难堪得很 邹永泉正在搅刘正德 给他的白面嬷嬷 他停止咀嚼说 他活该 我说 哎 你也不怕得罪他 他说 怕他什么 我也不是炊事员 还怕他整我吗 我说 可你把洋队长得罪了 他说 得罪就得罪吧 过去他也没照顾过我 我也没讨好过他 以后呀 要是上边开恩把咱们放回去 他也不能扣住我 要是长期如此 没有食金粮食是个死 有食金粮食也是个死 至于死了以后的事 我就不想他了 是埋掉呢 还是扔在沙滩上叫狼吃掉 都一样呀 我没再出生 我们比林而眠已经七八天了 但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 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 一切对我们都没大的意义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了 就拿目前来说吧 他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正德拿来的白面膜 并不掰给我一口 而我呢 也不责备他吝啬和自私 我有吃的也是独吞 不给他 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 因为我的父母常常寄点炒面粮票什么的 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 而他已经衰竭得够呛了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 我认为 这要怪他的家人 家人不给他寄炒面和罐头 却寄给他一包多维葡萄糖粉 他每天冲一小勺喝 那不就是糖水吗 肚子吃不饱 一缸子糖水能救命吗 不过 他今天对刘正德的态度令我钦佩 他不为了多换点粮食 而去损害别人 转天我独自去了南寨村 我的棉袄裤换了六七个土豆 还拿着两双袜子 两双袜子换了两把沙枣 闹饥荒的年代 这里的农民把沙枣当粮食吃 南寨村在兰心公路的北边 紧靠着公路 有几十户人家 南寨村和名水农场之间 隔着一片沙包 人家有名沙窝 有六七里宽 南寨村的农民也很穷 有些人家的男子汉 逃荒去新疆了 家里就剩妇女老儒 一路走 一路吃沙枣 回到山水沟的地窝子 我已经把沙枣吃光了 喝完了晚上的一碗糊糊 又躺下了 躺在被窝里 我对邹永泉讲述换粮食的过程 他一边听一边骂 抢劫 这是抢劫 他就这么可笑 随便一件小事 都容易激动和发脾气 我记得 刚搬到这间地窝子的那天夜里 有个专门做生意 投机倒把的农民 拿着个布袋子 里边装着烟卷烧饼之类的东西 闯进我们地窝子来 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 有个右派用一支金星笔 换了一盒双洋牌劣质香烟 他大声地骂了一个农民抢劫 那个农民说不换就算了 转身要走 他却又拉住人家 要用自己的毛衣换烧饼 听我讲完去南寨村的时 邹永泉说 刘正德今天又来了 我说是吗 他说 他还是要换我的表 说再增加几斤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换 他没再说啥 说了 他说了很多 要求我把表换给杨队长 他还说 他这次找我换表 是杨队长在他房子说话说起来的 我这里有块好表 他就主动提出来 替杨队长换我的表 他说 既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这表要是换不成 他不好给杨队长交代 我想 他跟我说这些话 有一剑双雕的效果 一个目的是给杨队长开脱 他们怕我找领导反应呀 大队长拿灶上的粮食 给自己换手表 再一个目的 就是一旦动员我换成了 他杨队长既得了表 刘正德又讨好了杨队长 我把他们的目的猜透了 就是不换 叫他在杨队长跟前丢脸去 你可没看见呀 刘正德今天 第三下四的样子 他一再要求我 看在我的面子上 换给他吧 换给杨队长吧 这次你帮我这个忙 以后你有啥困难了 你就来找我 我就说不换 只要是杨队长换我的表 我就是不换 当时 我夸了祖永泉两句 好 好 你把刘正德碰回去好 叫他不要以为 当个管理员就可以为所欲为 无所不能 角阳队长也明白 虽然我们是接下球 但也不巴结他 但是 喝完了晚上的那份汤 又一次沉入黑夜 躺在地铺上之后 我又久久的睡不着觉 我又一次捅了捅邹永泉 喂 老邹 你睡着没有 他从睡眠中醒来 迷迷糊糊问我 嗯 什么事 老杨 是你叫我吗 我说他 哪来那么多瞌睡 不要睡了 我们说会儿话 他问说什么 我说 就说你的表的事情 索索的被入响的声音 他转过身来了 把脸对着我了 说 表怎么了 你说我的表怎么了 我说呀 刘正德找你换表 你就换给他吧 嗯 你同意换给他 不是我同意 那是你的表 你拿主意 我是说 他答应给你十斤豆面磨磨 今天又说加几斤 你就跟他说 十五斤 给十五斤就换给你 不少了 一块表换十五斤粮食 真不少了 你知道现在的行情不知道 一块大罗马 换不上五斤炒面了 再说 他还说了 有啥困难找他去 他要是真心帮助你 你可能还能活着走出名水农场 妄想 黑暗中 我看不清他的脸 但我可以猜测到 他白皙却有黄残残的销售面孔上 痛苦的表情 因为他说话的口气 虽然缓慢无力 但却用词很坚决 他说 我知道我活不长了 我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 包括厂领导的讲话 现在是全国性的缺粮食 我们劳改劳教的首当其冲 要想改善 得到明年夏书 咱们一天吃七两豌豆面 无论如何活不到明年夏季 那你就该把你的表换吃的 换得三五斤 七八斤 杯水扯心 无济于事 大厦江青 独木何为 可你昨天说 说不定十天半月 能放我们出去 那是希望 美好的想象 实际不可能 好长时间我都在想 毛主席不知道下边的人 胡作非为 不知道我们在农场里 受这样的苦 他知道了 会解救我们的 可是我又想 毛主席不会不知道 我们受的苦 受的罪 他那么聪明决断 甘肃省委能瞒了他 听着他的分析 我心头一阵阵发凉 我说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 小型人听见了汇报去 我要跟你说的 是你就爱刘正德的话办 把表换给杨队长 你能多得几斤粮食 不换 他给的粮食再多也不换 他是拿大家的口粮 换我的表呀 我可能活下去了 但更多的人死要了 我不是助纣为虐吗 我死了人们也要骂我呀 为一己之力损害众人 没人说你呀 就是有人说你 也可以原谅的 罪则在刘正德 你并没有多大的责任 他说 古人不是说过吗 不因善效而不为 不因恶效而为之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说 不管你跟谁换 都要早点换 越往后 粮食越紧张越贵 换的就越少 睡吧 他说 睡吧 其实 不论是邹永泉 还是我 都对这件事的后果 估计不足 第二天早晨喝汤的时候 他把饭盆伸到我面前说 你看 我看到了 他的饭盆里面 汤比我的少三分之一 我说他 你认为是刘正德 捣的鬼 他说 到晚饭看看再说吧 到了傍晚 吹石原提着筒 走进地窝子以后 我就特别注意 吹石原打饭的过程 给我给别人打饭 他都是一咬一码勺 豌豆面糊糊 轮到租用拳的时候 他咬了一码勺 但往外走的过程中 码勺一倾斜 溜出去不少 倒在邹永泉的饭盆里 和我的比比 少了三分之一 我们都是在 加鞭沟农场小卖部 买的儿童洗脸盆当饭碗 大小一样 邹永泉立时就叫了起来 你怎么给我的比别人少 吹石原说 哪里少了 哪里少了 邹永泉把我的盆端过去 和他的盆放一起 吹石原只好说 再给你补一点 再给你补一点 吹石原又给他咬一点糊糊 但也不如我的多 这样的情况 持续了三四天 每次开饭 吹石原都给他咬的饭勺 他几乎每天要和吹石原吵架 于是我又一次劝他 把表换给羊队长 我说他 胳膊拧不过大腿 他不畏所动 我又劝他 那就到南寨村去换吧 换给农民吧 你总要填补些粮食嘛 他对我苦笑一下 杯水车心 杯水车心 但是有一天下午 他到隔壁的一间地窝子 去看一个他的上海老乡回来 很激动的对我说 杨世华 这两天 你还去南寨村吗 我是经常去南寨村的 有时拿自己的物品换粮食 有时有人死了 在管理干部来处理后事之前 偷写一个饭盆 一双袜子 一件旧大衣 我都拿到南寨村换粮食 哪怕换一把沙枣 我也去 我说去 明天去 他说 你找人打听一下 有没有人拿粮食换手表 我说他 你改变主意了 他告诉我 在隔壁的地窝子里 人们都在传说 省为了一个工作组 来过加边沟了 还有人说 是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 是个女同志 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 看来 加边沟死人的事 真的惊动了中央 中央要解决加边沟的问题了 要放我们回去了 我要活下去 听到这讯息 我也很高兴 我把自己在天水中学工作时 缝制的一件半大皮袄拿出来了 拿到南寨村换粮食 中央已经知道加边沟的事了 那就是说 有希望了 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 活着回到天水去 我的短皮袄做得很好 是植贡泥的面子 水塔皮的领子 里子是九道湾的滩羊皮 滩羊皮是很有名的 是宁夏自治区 靠近黄河的河滩上 放不长大的绵羊皮 它皮薄毛厚 既保暖又轻便 九道湾又美观又好看 这件皮袄封好以后 我就没穿过几回 在学校里上班我都舍不得穿 也就是过春节穿几天 定右派后 我把它带来加边沟 放在箱子里 根本就没穿过 皮奥换粮食的事不好办 我在南寨村进了几户人家 有的嫌小 我的身材瘦小 我穿的衣裳 农村的成年男子 要么穿不上 要么穿上了紧绷绷的胳膊不能活动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说拿皮奥换粮食 有些人不敢换 他们说 队长早就讲过 不叫他们和名水农场的犯人来往 给犯人衣物和粮食 就是帮助阶级敌人 脚后跟站歪了 是犯罪 有一户人家 只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 老婆子的儿子儿媳 逃荒到新疆去了 这个老婆子看了我的皮奥 穿在身上试的是 很合身 就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 说是换给他 但是说到换多少粮食的问题 他说给我两碗酸菜 西北的酸菜 也叫姜水 是大白菜呀 圆白菜呀 芹菜呀 煮个半熟的 倒进缸里 再煮上一锅包裹面糊糊倒进去 盖上盖儿 使菜发酵 发酵后的菜就不再发霉了 要吃时咬出来做汤盒 两碗酸菜就想换我的皮奥 那哪行啊 我当然不换 我就是想换点粮食的 但他死活不同意给粮食 他说 给你三碗酸菜 给愁些 我说不换不换 酸菜你留着自己吃吧 三碗酸菜 你吃了可能还救你的一条命力 可是救不了我的命 走了七八户人家 皮奥也没出手 最后我就进了队长家 说我的这件皮奥 想换点粮食 队长也喜欢我的皮奥 但他试着穿了一下 穿进去一条胳膊 就再也穿不进另一条胳膊了 嫌小 他说 你再来的时候 给我拿件宽大一些的 也要太阳皮的 我说我又不是二道贩子 哪里给你找件宽大的太阳皮皮奥去 这时 我突然想起 邹永泉托我的事 我就说 我有个朋友 有一块手表 想换些粮食 你换不换 队长说换 是块什么表 是大罗马吗 我说不是大罗马 是浪琴 比大罗马好得多 队长听说 这么一块表 要换粮食 很是有兴趣 立即给我拿了个白面饼吃 那白面饼还真白 我已经好久没见过那么白的白面了 跟城市里卖的腹墙粉一样白 拿在手里颠一颠 有四两种 关于那块表 队长问了我很多情况 最后对我说 你回去问一下 他要换多少粮食 你把他叫来行不行 我们当面谈 我说 他可能来不了了 他的腿软的走不成路了 回到山水沟 跟邹永泉讲了情况 他说去 明天我去 我怕他腿软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但他不知哪来的力气 连休息都没休息一次 跟我穿越明沙窝 去了南寨村队长家 这次一进门 队长就给我们一人一块白面饼 然后看表 然后谈价钱 事先我和邹永泉就商量好的 不能一次谈成 要掉他的胃口 多吃他两块白面饼 所以第一次没谈成 后来又去了两次 我们两人又吃了队长的四个饼 然后教育谈成了 换了五斤炒面 外加三个白面饼 最后 队长把我的皮奥也留下了 给了我三个白面饼 队长说 皮奥留下就留下吧 我的儿子大了再穿 队长三十岁出头 他的儿子八岁 刚上小学 摸的三个饼 回到明水农场 我一顿就吃完了 许久没吃过饱饭了 三个饼放在口袋里 很是诱惑人 吃过了晚饭坐着 掰一块 再掰一块 到睡觉时就吃完了 摩珍亲佩作用拳 他的三个饼和五斤炒面 回到山水沟之后 他只是像冲多维葡萄糖粉一样 舀了两小勺炒面 冲成吸汤汤喝了一碗 然后就把白面饼和炒面 都放进皮箱里 锁好 我说他 两小勺炒面顶啥用 有吃的就吃呀 他回答 不能多吃 要细水长流 这种状况 不知要持续多久 可我再也没什么东西 去换吃的了 不细水长流以后怎么办 以后的日子里 食堂给他打的面糊糊 还是比别人少 但他一句话也不说 也不找领导反应 他就是每天 冲一碗面糊糊补充一下 这期间 他也不再躺着了 我和他一起 每天都去挖苦苦菜 我们要争取 活到释放的那一天 怕人偷 他每天外出时 把炒面和白面饼 装在一个布袋里 背在身上 晚上睡觉时 才锁在皮箱里 放在脚下边 每天我们都去 南寨村的麦田里挖野菜 他还不断地追逐蜥蜴 用铁线拍打 打死了 拿回来烧着吃 我是很注意饮食卫生的 我挖野菜煮着吃 也捋草子炒着吃 但我从不吃老鼠蜥蜴之类的 有一天 在挖野菜回来的路上 他打了二十多条蜥蜴 回到山水沟之后 他在地窝子外边 用蓬蒿点了一堆火 把蜥蜴扔进去烧 一边烧一边吃 我在那儿煮苦苦菜 后来 吃的剩下两个蜥蜴了 他说我 这两个你吃了吧 我说不吃 有毒 他说 没毒 我吃了十几天了 平平安安的 没啥事 你放心吃吧 他还说 他吃第一条蜥蜴之前 观察了好久 别人吃了蜥蜴 没出什么事 他才吃的 我说我嫌恶心 结果 他把那两只烧得黑乎乎的蜥蜴 又嚼着吃了 虽然蜥蜴表面烧黑了 但里边还是没烧透 他咀嚼的时候 我听见了咯吱咯吱的声音 我的心里麻酥酥的 但是过了两三天 他的身体突然肿起来了 全身都肿了 像是吹气一样肿了起来 腰肿得像是水缸一样粗 脸肿的眼睛睁不开 叫医生来看 医生了解一下情况 说是吃蜥蜴中毒 给了几个白色的药片片 转身走了 过了一天 他就完全的闭上了眼睛 埋葬之前 我想给他换一下衣裳 但是因为肿胀 衣裳绷得紧紧的脱不下来 清理遗物 打开他的皮箱 捡得从南寨村换来的炒面 还剩下二三斤 还有两块白面饼 白面饼子 干得掰都掰不动 我会想给他吃蜥蜴中的脱不下来 我会想给他吃蜥蜴中的脱不下来